好,拿出我上课的那个官方响音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商业股风插画的第六节课股风人物表情 我是你们的讲师姚二 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福利包 咱们要,就是本节课呢 是我们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节正式课了 所以说我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的新年礼物 本节课上完之后呢就会布置咱们第四个作业哈 就是把前四个作业全部都提交了的同学呢 就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炎炎血管 去领取我们的这个春节的福利包 然后福利包里面的内容呢 有一些就是我没有在网上发布过的绘画视频 给大家就是找了几个比较好的给你们放进去 然后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敦煌的一些壁纸素材 然后这个敦煌的壁纸素材的话 它在我们之后的课程里面 我也会教大家怎么去使用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咱们的特殊笔刷 就是那种一笔画下去自带山脉的那种笔刷 就类似那种的那种很有很有用的一些古风的笔刷哈 反正都放在那个我们的素材包里面 大家只要提交到了提交了四个作业之后呢 都可以去找我们的炎炎血管去领取一下 好的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春节的小福利的介绍了 好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本节课的一个课程 那么本节课的话可以看到哈 咱们的标题是人物的表情 那么人物的表情其实归根究底呢 还是在学我们的脸部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这个表情的话 它也是照例有三大重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三大重点分别是哪些 第一个呢是咱们男女表情的一个气质上的差异哈 我们首先要把男生和女生给区分开来 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啊 两性之间它虽然有刻板印象 但是根据性格呢 它也会双双的有些不一样 那么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咱们审美的区别了啊 动态与静态的一个区别啊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也是作为一个重点呢 去给大家做讲解 那么我们把一些理论知识都了解清楚了之后呢 就会上手教大家这儿八经你画起来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变化你的五官啊 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案例绘制了 那么这个以上呢 就是咱们本节课的一些介绍 以及咱们的知识的重点啊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给老师扣一拨一啊 在大家扣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顺便再交代一下咱们本节课的作业啊 咱们本节课的作业 它依然是在进行脸部的一个练习 只不过呢 我们需要去画表情了 所以说呢 本节课的话也是一样的 分为作业一和作业二 那么作业一的话 只是按照老师上课的这个示范 去临摹一张五官啊 临摹一张代表情的面部 那么作业二的话 是在临摹的基础之上 添加自己的创作啊 这个就是咱们本节课的作业了 那么本节课的作业是不需要上色的啊 因为我们是做的表情练习 所以说不需要上色 就这么一个线稿就OK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好的 我看到大家都给我扣了一了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进入咱们本节课的课程了 哎 点开咱们的课件 好的 点开咱们的课件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内容 它并不是很满啊 因为咱们的脸部 其实你这八经去算哈 你想想看 咱们又学了男生的面部啊 又学了女生的面部 现在又开始学表情 所以说面部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层一层逐渐的往下去深入 已经学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状态了 所以咱们本节课的话 相对于我们前面的课程来说 它要更加轻松 要更加简单一些 就包括咱们的作业呢 也是相对的比较简单的一个作业了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板块 哎 第一个板块 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男女之间的区别啊 这里的男女区别呢 主要是刻板印象啊 就比如说你提到男生 你就会想到帅气啊 提到女生 你就会想到柔美啊 漂亮对吧 所以说这是刻板印象哈 所以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现现代的男性和女性 他都是放的比较的宽了 就是男孩子也可以漂亮 也可以化妆 女孩子也可以帅气 所以这个东西只是作为一个刻板印象 去给大家分析的哈 那么具体怎么去运用 还是看各位自己在画面当中要怎么去使用了 好 那么我们先看到鼓风男性 鼓风男性 他表达出来的氛围感 通常情况下会比女生的氛围感更加的锋利一些 这边我用了锋利这个词哈 其实你还可以理解成 男性的话 他会比女性 画个笔刷去给你们写字啊 男性的话 他会比女性更加有攻击力一点 他会更加有攻击力一些 那么所以大家在进行男性表情的绘制的时候 很多都是往帅 或者说就是胸 或者说是公 就是这几个方向去描绘的 那么男性的话 你看我举例出来了这几个词哈 像什么公帅还有胸啊 就这些词 其实给你的感觉就是有距离感的 而不是很好亲近 因为如果这个人 他面带笑容啊 如果不是笑里藏刀哈 不是我们先排除笑面虎的这一这种这种这一类人哈 就是正常情况下 呃一个 你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他帅气的人 他通常都是会带有一定的距离感的 所以说呢 我们男生在笑起来的时候哈 他不会笑的太开啊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让他笑的太开的 就是除非说你画的是正太啊 除非说你画的是小正太就本来就是这个人他就是很有亲和力的那种性格啊 他才会就是怎么样才会笑的比较开 如果是这种比较帅气的男孩子的话 比较偏真人比例的男生的话 他通常情况下笑起来都会很克制 都是一种微笑的一种状态 好 这里的话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的去理解 我可以直接画到下面 让大家看一下女性的这种笑容的表达 那么这个女性的这个笑容表达呢 我是直接找了一吹鸡腿子的这个作品来看哈 你可以看到女孩子在笑的时候呢 他就是笑的特别的温饭啊 就是他笑容 就是你这个人 他只要一笑起来 他就会给你一种很有亲和力的感觉 就这个人他瞬间给你拉近了距离 就本来你看到这个 比如说街上走过来一个美女 然后特别的高挑 然后五官又很精致 穿的又感觉很有钱的样子啊 提提了一个香奈儿的包 然后他朝你走过来 你并不会觉得 哦他是要跟你说话 怎么怎么样 就是就算你跟他对视了 就算你在街上跟这个美女对视了 你都会觉得有点慌张 想躲避 觉得高不可怕 但只要这个女生 只要这个美女 他下一秒对你笑了 你在心里面的那种感受 就突然就会 哇就是那种 你们懂吗 如沐春风 反正就这种感觉啊 所以说女生的画 就通常情况下呢 他会更加的有亲和力 那么女生在画表情的时候 就会更偏向什么笑的这种 正面的积极的一些 让人觉得快乐愉悦的一些表情去画 他认错人的脚凳子 认错人的感性 但是你们不会有这种吗 就是我在街上 只要跟美女对视了 就有一些美女就会对我笑 我就 啊我就好开心啊 我这种感受 可能男孩子体会不到哈 但是女生的话 他会这个样子的 好我们继续啊 回答高高的话题 就男生的话 因为我们想表达这几个特性 所以说呢 我们就算让他笑起来 都会是一种微笑的状态 不会让他笑得很开 除非说他本身的性格就很开朗 啊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们男生 他其实你可以看到哈 我这里有一个强烈情绪啊 下面有一个微弱情绪 那么这个强烈情绪 你在看到这张画的时候 他其实带给你的冲击力会更强 啊 你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完了之后 我让你看这张画 其实 然后我把这个直接关掉啊 我把这个案例直接关掉 然后就是你第一时间 可能会回忆起的是 那个强烈情绪的那张画 啊 就是我刚刚给你看的这个 这张画 因为我们如果说你在绘画的时候 去运用了一个表情 他非常就是激烈的那种感觉 他的冲击力通常是会比较强的 啊 他的冲击力通常是会比较强的 因为咱们在画画的时候 他通常是静态的一个表现 尤其是我们插画 我们插画 他大多都是静态的表现 那么静态的表现 就跟我们的漫画以及动画 不一样了 漫画和动画 他每一针每一秒 每一格 他都是这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 当时的故事背景去发生变化的 但是我们在插画当中 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 我们插画里面只有一张图 然后有些人他虽然是 就是有些画师嘛 就是他会画一个系列 就比如说他想画一个故事 然后就会第一张图是这个人的少年时期 然后第二张图是这个人的成年时期 第三张图又是这种比较成熟的时期 就有人会画套图 但大多数人就是一张插画 然后就完了 所以说咱们的插画 它很多时候是在表现这个静态 那么这个静态的话 我这里给大家举例的这张图片 它是一张漫画的截图 漫画它其实是动态的定格 它其实是想表达一个动态的感觉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 要带入一个新的知识点 咱们的静态和动态是不一样的 那么动态的人的话 他会更加的富有情绪 情绪通常是会更加的强烈 那么情绪强烈之后 你这张画带给观众的冲击力 也就会越强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只是先做一个了解 暂时先不深入的去探讨它 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 男性的这个表情 我们男性除了一些 比较凶悍的一些表情 凶悍 一些比较凶的表情 凶悍的表情倒是不至于 然后除此以外呢 就是像这种没有情绪 你看他你不会觉得 他有任何的情绪 就很寡达 像一杯水一样 或者一块冰 就是非常的近 就给你的感觉 就是静态里面的 无妙妙表情 什么讯息量都没有 就是我们的表情 它其实是带给我们 讯息量的丰富 咱们因为画画的时候 插画它只有一张图 所以就是有一句话 我之前在听某一个大佬的时候 我听他的课程 我听他的这个插画分享课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插画 其实就是把静态的东西 全部讯息量集合在一起 然后造成一个爆发性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他对插画的理解 就是把很多讯息量 同一时间塞到一张画 一张静态的画里面 然后给人一种视觉爆炸的一种效果 这个就是他对插画的一个理解 那么我们男性的这个表情的分析的话 就基本上就是到这里 你看到我刚刚给大家举例的这个图一哈 这个图一和图二 他的表情不一样 图一他是面无表情 没有任何的情绪 那么图二的话 他是稍微带了一点微笑的 那么这个讯息量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图一的讯息量 他就会相比图二来说 从面部来看哈 他就会稍微的少一点讯息量 但是因为这张图他是打光了嘛 他打了一个从下面来的一个光 所以说他把这个讯息量给补齐了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笑笑的扩展哈 就是咱们的呃面部 你要不要带表情 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说你的人物 他面部是带了表情的 那么你的这种其他的东西就可以少画一点 比如说你看这个图一 他没有表情 但是他带了光影啊 他有光影 那么你看图二 图二的光影虽然说有 但是是一个比较平面的一个状态 比较平光的状态 他不像图一一样 图一的这个光一看就是光照特别强的那种状态哈 那么图二的话 他就是一个平面的光啊 一个太阳光打过去 就是没有那么的强烈 冲击力没有那么的强 那么他就加入了一点点微笑的感觉 然后去把这个讯息量呢 给丰富了一下下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是咱们男生的一个面部的表情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女性哈 女性刚刚已经给大家讲了哈 咱们女性的话 他就是氛围上来说 会更加的有亲和力 男性刚刚说 我们的氛围整体感 他是会有攻击性啊 没有那么好的亲近 那么女性的话 就是会更有亲和力 所以通常情况下 女性如果说 你想给他表达一个强烈的情绪的话 他都是笑起来的状态 女孩子嘛 都是让人看了 觉得一眼如沐春风的感觉 就很舒服 所以说很多人呢 就会选择用笑容去刻画女性哈 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群情绪微弱和一个强烈情绪 它的一个区别啊 这个是图一啊 这个是图二啊 大家在看到图一的时候 你再看一下图二 你觉得哪一张画啊 在我关掉这个课件的时候 你能记住他 哎同学们 这个就是我刚刚也问过你们的 同样的问题了 很明显是咱们的图二对吧 我如果说同一时间 让你们看这两张图 你们肯定第一眼会看到图二 肯定第一眼会去看图二 因为图二的话 它的情绪表达比较的强烈啊 图一的话 它完全就没有什么情绪 就很平淡 讯息量的话就相比图二来说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 啊这边的话 就再给大家说一个题外话哈 就是咱们古代的女性啊 就是你笑起来的时候 她都是特别温婉 大家贵秀的那种感觉啊 你们懂的 就是古代嘛 女孩子不能插巴啊 用那个四川话来讲 就是不要太插巴了 反正就是女生的话啊 她笑起来都会 哎拿一个袖子 遮一下啊 或者说拿个手遮一下啊 拿把扇子遮一下啊 就那种感觉 反正就遮着眼着啊 不会让你玩玩玩圈圈 看到他的那个 整张脸 就是笑得很开的时候哈 那这个就是 那个 古 古生的女性哈 你看 如果说古生的女性 她不挡脸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 是这样的一个 很克制的一个 未笑的那种感觉啊 我觉得我今天说话好查呀 有一股 查理查气的感觉 图一模的感情 所以说呢 就是 表情这个东西 它会让你的整个画面 显得更加的丰富 讯息量更加的多 也会使得观众 可以在万千插画当中 一眼看到你 这个就是我们表情 就是情绪的一个力量 情绪的力量 嘿嘿嘿 好的 那么以上的话 就是咱们男女之间的 一个表情的一个差异和区别了 如果说这个知识点 没有问题的同学呢 可以给老师扣一扣一 在等待你们扣一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喝一颗水啊 好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就接着进入 我们的第二个板块 审美区别 咱们第二个板块呢 其实主要是在给大家交代 我们日系审美和古风审美的 一个区别哈 那么如果说有看过 这个啾啾的话 你们应该就知道 这个人是谁了 这个人他是 啾啾奇妙冒险里面的一个角色 那么没有看过就无所谓哈 就其实他叫什么名字 我也我也记不得 我只知道他是啾啾里面的 那么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 我们图一和图二的一个区别 咱们图一的话 他的这个表情 嗯就是特别外放的那种感觉 那么你对比图二 图二他给你感觉就是 同样是长发 同样是男性 但图二的话就会给你一种 翩翩公子 公子如玉一样的那种 那种氛围哈 就是特别的舒服啊 很有亲和力 那么图一的话就是很夸张 有其实我觉得日本人的话 他就是很喜欢用一些很夸张的一种表情 或者说语言去表达情绪 那么中国的话 他其实就是很含蓄 中国人他很多时候都是很含蓄的 就算是失态了啊 就中国人就是古时候不是会说 哎我失态了 其实就是你表情 就是你情绪外放的太厉害了 人家就会说啊 对不起我失态了 对吧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中式审美 古风审美的话 他的表情通常都是会很克制的 不会有这么的夸张哈 这个就是我们的日系的审美 和咱们的这个古风审美的一个区别 其实从性格上面来讲的话 你也可以理解成外放性格和内脸性格的一个区别 你看包括我就是随便都拖一个对比吧 就同样是惊讶的一个表情啊 你看这个是啾啾的惊讶的这个表情 然后这个是咱们古风的一个公子的这种惊讶的表情 其实两个惊讶的感觉 他都是到位了的 但是他给你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们先观察一下他的五官哈 就是你看啾啾他为了增加这个表情的冲击力 他把他的眼睛同人画的特别的小 你看就这么一点 那么你再看一下下边 下边啊虽然说也是在表达这个冲击感哈 就是惊讶的那种感觉 但他的这个瞳孔都不至于画成就这么小 就估计就这么大一点啊 你看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从就是审美上的一个差异 然后就是跑到绘画里面的话 他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绘画上的区别就会是这个样子 那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嘴巴哈 然后他的嘴巴是这种像梯形一样的 他感觉就是这个人这个人的嘴角在 嗯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学他的这个表情 你们看不到我 但是我我依然在学他的这个表情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你看就是这边的下面的这个公子的这种感觉 他就是就是把嘴巴张开了 他并没有很夸张的去辱动他的那个嘴巴 对啊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绘画的时候五官上面 他虽然是有在表达他当下的情绪 但是并不会有这么的夸张啊 比例不会拉得很大 那么我们也不会做一些很戏剧化的一些表情去 呃特意的去强调我们的情绪 好 那么这个是绘画上面的一些区别哈 那么这个就是呃给大家总结一下 咱们东方啊 也不是东方吧 就是我们中国人啊 几千年来的文化 他其实都是偏向含蓄一点的感觉 含蓄的审美啊 所以说我们的表情通常是比较克制的 但是其实你强烈的情绪啊 你强烈的情绪 他又会跟更加的有冲击力 所以这个度呢 它其实是比较的难以把握的 就是你又要含蓄又要有冲击力 你要是两个同一时间想要表达的话 那就需要自己下去去多多练习了 啊 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一定的方法的 那么待会儿我在画这个案例的时候 也会告诉大家 就是我在呃 同时抓含蓄和冲击力的时候 我是怎么去表达的 左边第二行 第一个 他在想 想什么呢 这个吗 他没有在想什么 他哪里在享受了 他是刚起床 睁眼了 好吗 你在想什么 啊 小提 你 你 哎 心里有什么 看到就是什么 我看到他 我就觉得他是刚刚起床了 然后被被人打扰了 或者说阳光照在他脸上了 他不舒服 你在想啥呢 你 好 好了好了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咱们日系和苦风的一个审美和性格的一个区别了 哈 啊 这个东西的话 它还是很好理解的 一样啊 大家觉得可以理解了 没有问题 也可以给我扣一文一 啊 没有问题的话 看到你们的一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推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知识点了 先被球砸了 哈哈 好的 没有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咱们的一个静态与动态的 咱们这个静态与动态呢 其实不得不拿真人去给大家举例了 啊 因为嗯 这个怎么说呢 静态美和动态美 它其实并不是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差 它其实各有各的美在里面 只不过呃作为画师来讲的话是有倾向性的 有些画师的话 他会更喜欢这种静态的一种扁平美 然后有些画师的话 他会喜欢这种动态的有故事的美 那么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什么是这种静态的扁平美 什么是动态的故事美 好 就是我们静态的扁平美 我是拿举精益去给大家举例的 就是嗯 不知道就是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不认识举精益的哈 啊 就是举精益这个呃 呃偶像 他现在是国内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内语的偶像嘛 然后他最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别人觉得他怎么样呢 觉得他整容啊 觉得他的脸只有正面能看 动起来就不能看了啊 稍微角度换一下就不好看了 然后除此以外呢 还攻击他没有实力啊 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没有内涵啊 反正就各种嘛 其实他为什么这么的有争议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他整个人其实是很扁平的 他其实是一个很扁平的状态 就什么是扁平呢 就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就现在不是会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面吵架吗 就比如说很多人就是看了那么一两句话 然后就会断章取义 对你这个人下定义 就是我们以前的人 就是网络在大信息时代之前的人哈 他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你 你是我的同学 我天天跟你在一起 我们每天见面啊 我跟你相处久了 我慢慢的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就对你 就是可以对你有评价了 就是我了解了你之后 我花了时间去跟你相处了 我知道你的平时的行为准则 我知道你的三观各方面 我都了解了之后 我才会对你下定论 但现在并不是现在很多网友就是看了一个短视频 或说别人煽风点火几句话 然后就他就会对一个人下定论 所以这个就叫做扁评 他对这个人的了解并不深刻 就根据三言两语或者说一个短视频就几分钟 或者说那么一套照片两套照片 他就觉得这个人不行 他怎么怎么样虚荣 反正就是这种 这种就被称为扁评 而我刚刚给你们举例的说什么 你有一个同学 或者说你有一个同事 然后你天天跟他相处 你跟他在一起 然后就是了解他的为人 了解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处置方式 就这种就叫做一个丰满的一个人物 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所以这个就就是我把动态和静态给区分开了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一个扁评和一个丰满的一个区别 在聊什么呢 没有在聊天 我们在讲知识点 只是给你们举例 所以说就是咱们的静态扁评美呢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小红书上面流行一种绘画风格吗 就是一个美女的脸 然后就是别人画画 比如说我是小红书里面的画师 然后我画画 我就只画这一节 其他我什么都不画 我就画一张脸 然后这张脸好看 我就发到小红书上面 然后就有上万个点赞 就是这个就叫做扁评的一个审美 就他只有一张脸 他没有其他的东西 他也没有故事背景 你也不知道他的性格 他也没有任何的情绪 就单纯的一张脸好看 对 所以这个的话就叫做扁评的审美 就扁评的审美 其实会有很多人喜欢 就是因为 这里再给大家解释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我刚刚已经给你们讲了哈 就是很多人通过那么一两句话在网上 或者说一两个短视频 几分钟 他就会对这个人下定论 那么我就是刚刚给你说的 你花时间花几个月去接触一个人 他是需要耐心 需要时间成本的 所以说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 这种风格其实很吃香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 我个人觉得 就不知道 这也是再说一个题外话哈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一本书 叫做娱乐至死 就是娱乐至死这本书里面 就说了我们当下的这种情况哈 我是把那本书读完了之后 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我当当当场就接网了 我以前特别喜欢在网上冲浪 但读了那本书之后我就接网了 就是反正 反正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静态美 因为他 嗯 虽然说没有任何的内容 但是他一张脸会很有冲击力 他会第一时间抓住你的眼球 而且你不需要花费任何的时间和精力 去看一场电影 或者说追一部剧看一本小说 你不需要了解他的背景 就这种 这种东西 它是很吃香的 他可以就是第一时间抓住你的眼球 比如说你把这张图哈 就我把旁边的这个杨贵妃和这个菊金叶 他们两个的脸结下来放到一起 发在小红书上面 绝对是菊金叶 他的人气会更高 这是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很可悲的现象 就这里的话 只是就是给大家就是实时分析一下哈 那么所以说就是就是大家作为插画师来讲 你可以去选择静态美也可以去选择一个动态美 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个人选项去做的一个选择题 它并不是谁高谁低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你的选择啊 好吧 所以就给你们讲清楚 好那么这里的话 呃就给大家说了那么多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哈 咱们插画呢 大多是静态的 其实这个静态 它其实可以表现动态美 就是这种形式啊 这种形式 你在画一个人的时候 你给他画上了表情 他其实就是给他赋予了一个性格 或者说给他赋予了一个故事了 他就变得会更加的生动一些哈 我们如果说你这样八截要拿绘画去举例 就是人这个灵魂的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我们的漫画或者动画的话 他会更有灵魂 那么我们插画的人物的话 就是从一个表达上来讲就会弱一些 啊 如果说大家想去把表情画好的话 这里就给大家画重点了 如果你们对表情 对这种形式的表达方式感兴趣 你们想画这种类型的话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下其他领域的作品 比如说漫画 比如说动画 比如说电影 就是多去看一些动态的一些东西 动态的作品 啊 然后如果说大家对这种静态的扁平没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专注的去看一些摄影 摄影作品 或者说是插画作品 好 好 这里就是总结起来的的话 就是我个人是更喜欢动起来的角色的 因为我觉得动起来的角色的话 他会更加的生动 他富有灵魂 他有自己的背景 啊 他的表情呢 也就相对于来说会更加的丰富 摩托转其实我没有看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静态与动态的大概的一个了解了 那么这里的话 为了让大家了解的更深刻 我把绘画中的静态和动态也给大家拉出来 做一个解释 这里我举了两个例子啊 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两个画室 它都是韩国画室 那么这个画室的话 叫做implink 就是这两个画室都是韩国画室啊 就这个画室的名字叫做implink 然后这个画室 我就不告诉你们名字了 这个画室它画的东西啊 有一点善而不疑啊 我就不告诉你们它的名字了 但是它画得很好 画得很好就是了啊 好的 那么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要把implink这个老师给放上来 首先implink 它是在全球都很出名的一位画室 它是一名自由插画师 然后它的画风 你们其实在微博或是在网上 就是经常会刷到它的图 或者说会刷到有很多人都在学它 它的画风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画的男生总是笑起来的 就是这种笑容 你只要看到有人在画这种男孩子的少年感的角色 是这样笑起来的 你其实第一反应就会觉得 它在学implink 就是implink它在 它把这个笑容的表情融入了自己的画风里面 从而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特色 就这个东西我要给大家就是强调一遍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画师来讲 你很喜欢画某一个表情 然后你一旦这个表情画多了之后 当你成名了 这个表情就可能成为你的符号 它会成为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符号 那么这个符号如果说有其他的人来向你模仿的话 它就会变成别人一眼一眼就会就是会指责 就说你怎么学它 就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讨巧的一个存在 比较讨巧的存在 其实这个关于表情的开发 那就再给大家多说一句 他在画表情的时候是有自己去做面部设计的 他知道怎么样去笑 你看他的这个笑容 就是他的笑容 其实就是他的画法都是特别统一的 你看他的牙齿是怎么画的 他并不是把一颗一颗牙齿都画出来 或者说就是把舌头画出来 就有一些画师他在画中笑起来的感觉的时候嘛 他的嘴巴不是这样的 是这个样子的啊 他是这个样子的啊 就是很多日本画师嘛 他都是这样子去笑的 但inplink的话 他的嘴巴就是这样子往两边开 拉到一个长方形 并且把嘴边嘴角提起来 而且在嘴角提起来的过程当中呢 他没有露舌头 他露的是牙齿 并且牙齿的话 他也是中间是不会画任何的修饰的 他只会在两边去画一点 像犬牙一点的存在 所以说他在研发这个表情的时候 他自己就下了很多的功夫 他尝试了很多的设计 最后才研发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看的一个表情 所以说后面如果有人去学习他的话 我们才能一眼看得出 你是在学inplink 因为只有inplink才会把这个嘴巴画成一个长方形 嘴角上扬 并且会把虎牙给画出来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人家是自己下了心 心血去琢磨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他以前其实也画这种笑起来的感觉 但是以前画的那种感觉并不 就是并没有现在那么受欢迎 就是现在大众的这个审美其实是 就是很看运气 就是每个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独特的画风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画风都可以火的 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大众所接受的 所以这个inplink这个老师的话 他就是做了很多尝试之后 最后敲敲定了这样的一个笑容的这种形式 然后最后把它发展成了自己的一个绘画中的画风的特色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给大家做一个了解 你们以后的话也可以这样去研发自己的一个专属的表情 来成为你们的一个符号一样的存在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inplink大大的这个介绍 以及我对于他这个人的话 他的画风上带给我的一些启发 那么我们这边再看到这个漫画中的表情 漫画中的表情 漫画中的人物 他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讲故事而存在的角色 这里给大家劝一下 为了讲故事而存在的角色 我们在画插画的时候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举了例了 有些人会画连环图 就是会画系列图 就有些人画插画 就是我画完一张之后 我就画下一张 并且我第二张和第一张 他没有任何的联系 他们两互不认识 也没有任何的故事背景 也不是什么关系 反正就是没有任何连接 就只是好看而已 但是有一些人在画插画的时候 他是第一张图 是我画了这个人的少年时期 第二张图 我就画他的成年时期 第三张图画他的中年时期 第四张画他的老年时期 就是他会有一个连续性 那么你如果说你在画这种套图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去赋予他故事 那么你赋予他故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考虑一下 就是更深层次的东西 他的性格 他少年时期 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他就该有什么样的表情 然后成年了 他因为经历了什么搓磨 然后他可能就不爱笑了 表情就严肃一点 就这种东西 他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也是创作上面的一些技巧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说真儿八经 想把角色塑造的好 想让这个角色活起来的话 就是还是那句话 多去看一下我们的漫画动画 或者说电影 就看一些动态的东西 不要只看静态的东西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动态与静态的一个区别了 就整个知识点都给大家讲述完了 还是一样的 觉得这个知识点都理解到位的同学给老师扣一拨一 在你们扣一的这个时间段呢 我就再看一下各位的弹幕 刚开始去皮战为了学画画 后来背离了宗旨 耽误画画身体还不好 注意身体 多多多运动 我最近也是就是脊椎测完 每一天都特痛苦 我们晚上睡觉还不痛醒 好 好的 那么大家就是扣一了哈 我们现在进入咱们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咱们最后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画我们的这个表情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 五官上的一个介绍哈 多多运动 多多运动 多喝热水 我们首先我们要表达这个表情的时候 首先是要去注重我们的眼睛和眉毛 眼睛和眉毛 它通常是需要互相打配合的 它一般情况下 你不能把它单独拆出来去绘制 所以说把它们列为一组哈 就是他们俩是经常会打配合的一个东西 那么怎么去打配合呢 就比如说咱们的 哎 不好意思 打了个阁哈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眉毛呢 哎 你的这个正常情况下的眉毛 它没有任何情绪的情况下的眉毛哈 它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 它会有这个眉峰啊 会有这个眉头 就反正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一旦你给这个眉毛赋予了情绪 比如说哎 我给它一个开心的情绪 哎 让它笑起来 那么这个眉毛呢 它就可能会变成这种走势啊 就这种走势 这个就是 它的这个眉峰呢 也就是有些人 他因为会强调这个人物的表情 而省略眉峰 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哈 咱们画开心表情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眉毛 它是一个往上扬的一个感觉 对吧 但如果说你把这个眉峰往上画了一点呢 它就是其实会破坏一点这种 往上扬上扬的那种感觉 虽然有一些人 有一些画师 他是会去省略眉峰不画的啊 他会去省略眉峰不画的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的画风 我通常都是会画眉峰的 就这个东西分人吧 你想画就画 不想画就不画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是咱们眉毛的 眉峰的这 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哈 眉峰这个东西是可以省略的啊 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眉峰是可以被省略的 在做表情的时候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再回到刚刚的那个话题 就是咱们的眉毛怎么去和眼睛搭配合 就比如说我刚刚已经画了一个正常情况下的眉毛了 我这里在下边再画一个正常情况下的一个眼睛 好 那么这个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这个眼睛和眉毛 那么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个眉毛和眼睛 它成一个微笑起来的感觉 它笑起来了 那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如果说想让这个人笑起来的话 如果只动眉毛 你觉得成立吗 同学们 你看如果说我只动这个眉毛 眉毛笑起来嘛 就是让这个眉毛挺上去 只动这个眉毛 你觉得这样成立吗 啊成立吗 成立吗 不成立哈 就是你在 大家可以自己去动一下你的眉毛 你在动眉毛的时候 其实你的眼睛会跟着一起动 就是你的肌肉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眉眼的肌肉都是一个组合连在一起的 你动眉毛的时候 你的眼睛很难不去动啊 所以说如果你只动了眉毛 眼睛没有动的话 这个会有一点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眼睛呢 如果说是开心的情况下 它应该怎么去动呢 好 我们其实很很方便去解释哈 就是我们在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嘛 那么很多时候呢 为了让这个人笑的开心一点 我们整个眉毛会想上 向上抬一点 会向上抬一点 然后呢这个眼睛它也会向上挖一个笑眼的感觉 你看我把这个造型先给大家画一下哈 就是这样的有点拱起来 像一座拱桥一样的感觉 就这样拱起来的感觉 好这这个的话 就是顺便再给大家提一嘴哈 就是我们如果说把眼睛拱起来了 它其实会形成一个什么形状呢 它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就是有一些人哈 他喜欢一些画一些比较邪恶的角色 比如说画什么小丑呀 就是那种反派角色哈 他笑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那会不会有一些眼睛 笑起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很恐怖哈 就是 眼睛 如果说你挖的太厉害了 它就是会有一种很邪恶的感觉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会有邪恶感呢 就是因为你把这个眼睛从中间往上提的话哈 它就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那么我们这个三角形一定要克制 如果说你的三角形太过了 它就会有这种邪恶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已经给大家提过 咱们的三角形的给你带来的一个感受 它其实就有邪恶和攻击力这两个感受 所以说我们的笑眼 它虽然说我们这个卧蚕会发力 会把眼睛给顶起来 但是我们尽量都让它克制一下 我们让它稍微的底下 把这个眼睛笑容 笑起来的感觉表达出来就好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还不够的话 你就在下面再加一个卧蚕嘛 再加一个卧蚕 这里就是给人感觉 它笑了 它卧蚕在发力了 就是这种氛围感就会更丰富一点 并且我们的眼珠子 你看我们正常状态下 眼珠子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它这个眼白是这样会流出来的 就是你下面的这个眼珠子的话 它这下面它会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半圆在这 但是如果说我们笑起来的话 我们笑起来的话 它下面的半圆有可能会被遮挡住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看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下面的半圆被吃鸽挡住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眉毛 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在动我们的这个眉眼的时候 不能只动眉毛 或者说不能只动眼睛 我们必须要眉眼之间打配合 那么我们在眉眼打配合的时候 在进行更深入的刻画的时候 就要注意其他的结构需不需要变化 比如说笑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卧蚕会发力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在卧蚕上面多做刻画 那么我们在笑起来的时候 因为卧蚕发力遮住了我们的这个下眼紧 所以说他的这个瞳孔的位置 这个半圆呢 也是产生了一个遮挡关系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在这个眼睛的部分 给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那么我们如果说是悲伤情况下 也是同理的 如果说你很sade 你不开心了 那么你的这个眉毛呢 就是这样往下撇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不高兴了 我这里把眉峰给他画出来 不高兴了 然后就是唯唯唯唯的 然后眉毛的话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跟眼睛打配合的话 如果说不开心的话 我可能在画眼睛的时候 我就会 就是让他的眼睛搭拉下来 就是这个样子 让他搭拉下来 就是这样往 就是往下闭合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的双眼皮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眼珠屋子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闭合的状态 为了让他感觉更强烈呢 让他往下的感觉更强烈 所以这里就可以给他带几根睫毛 就是不开心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的眉头可以再皱一下 眉头给他皱一点 然后如果说还想要再渲染一下的话 就可以给他加一个眼泪什么的 就是这种感觉 把这个箭头给你们擦掉 所以说呢 咱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 就不能只动一个部位 就这里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不能只动一个部位 必须要同个部位 就是连在一起的肌肉结构 全部都给大家考虑进去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眉眼 那么眉眼完了之后 五官当中还有什么地方 就是给我们表达情绪比较明确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嘴部了 这里你可以发现我们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少了一个鼻子 就鼻子我干脆没有写上来 因为你很少会去运动到你的鼻子 比如说我把这个就是看到这儿哈 就你看到我们的这个在表达表情的时候 你的鼻子有动吗 你这个鼻子 基本上就没有动啊 因为鼻子它它有这个鼻梁骨在这儿 就我们的眼睛的话 它很多地方是柔软的 然后遮挡关系各种 但是鼻子的话 它很多时候就是骨头 然后如果你鼻子要动的话 就是只有一些鼻翼 或者说你皱鼻子的时候 就是就鼻子两边嘛 就这边在皱鼻子的时候 它会动一下 那么其他时候就这两边哈 就是它会动一下 它其他时候都不太会动的 所以说这个鼻子呢 它其实跟你的这个表情的关系 并不会很大 就你这个鼻子 不管是在高性的时候也好 或者说在伤心的时候也好 它可能就是都差不多 那可能就是上色上面会有一点不同 就比如说你哭的时候 你鼻头会红红的 或者说你高性的时候 你眼角会红红的 就这种感觉 就是它上色的话会有点区别 但是它的造型结构呢 基本上是不会怎么去变动的 逗牛 愤怒的时候鼻孔放大可还行 反正就是鼻子这个东西 它基本上不会怎么变动哈 那么我们下一个要去着重讲解的地方 就是咱们的嘴巴了 咱们的嘴巴也是在根据你的这个表情变动的时候 它也会进行一些变化 那么这里的话再给大家讲一点 我们本节课呢 画的这个表情都不会大开大合 我们本节课主要是去研究一个 那个静态转动态的一种含蓄美 静态转动态的一种含蓄美 所以说并不会特别的大开大合 有一些很夸张的表情 并不会 那么嘴巴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过于夸张的表情 嘴巴其实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夸张的表情 这个怎么去给你们解释呢 就是我们还是看到这边哈 你可以发现哈 我们这里的小公子啊 这个小公子呢 他的表情 他的嘴巴其实变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你看他的嘴巴如果说是张开的话 都是一种微张的一种状态 并不会张的特别的大 你像在这边的话 就是这边 你看他会有嘴巴张的很大的时候 但是我们就是小公子啊 就东方的这种感觉的话 他通常是不会把嘴张的很大的 那么如果说你要张嘴的话 他其实还是会涉及到一个头骨结构的问题 就是头骨结构 我写一下 头骨结构 他不是会有下颌骨吗 就是我这里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哈 我们头骨结构 他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的 啊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的上半部分 就是这里的话 你的天灵盖啊 这个地方是你的天灵盖 这个是属于你的上部分 那么下半部分的话 就是你的下颌部分了 那么这个下颌的话 他是这个样子的啊 是这样 这里是你的牙齿啊 放大一点 这里是你的牙齿 然后这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骨头连接在 呃 用蓝色化一下哈 他会有一个骨头这样子一直连接在你的这个那个天灵盖那个方向哈 就是连接到你的太阳学的位置啊 就大家可以就是你为了让大家很就是更方便的理解到我们这块骨头 现在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手放到你们的耳朵耳窝后面 大家去摸一下啊 你们的耳窝耳垂的后面 然后你们把嘴巴给张大 啊 张大 能不能摸到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小孔摸到了吗 好 就是这个结构哈 就是我画的蓝色的这个结构 你们可以发现啊 你们自己都摸到了哈 就这块骨头 当你们张嘴的时候 它是会 是会活动的 所以说我们本节课并不会给大家讲的这么的难 就是嘴巴一旦张的很大 你这块骨头 它就会活动 那么我们就不是不只单单的看我们的这个五官了 我们还得去研究头骨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 它会很困难 就我们整本节课的话 不给大家讲那么深入哈 就是讲多了 你们也吸收不了 所以就大家就了解一下 咱们嘴巴 你张大之后就这个骨头 它是会活动的 好的 好的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嘴部的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哈 就是张大的时候 你的这块骨头会活动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这个嘴巴呢 都是一个微小活动的状态 就不会让你的这个骨头张得太大啊 所以我们暂时就可以不用去考虑它 那么我们微小状态下的嘴巴 怎么去表达我们的情绪呢 这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咱们的嘴角 给大家画重点啊 嘴角是我们嘴部表达情绪最重要的地方 下巴拖就是拖到那里 对没错 嘴角 你的嘴角如果说是向下的话 它很明显这个人就不开心 对吧 如果说向上 那么这个人很明显就是在笑 所以说嘴巴的话你想让他表达情绪 其实就是去看他的嘴角就OK了 就这个东西的话很简单哈 相对于我们的眉眼来讲哈 我这里已经把难点给大家排除了 就刚刚张和嘴巴的那个难点给大家排除了 我们现在画画的话就去关注嘴角就OK了 好的 那么这个五官拆开来给大家做了讲解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整体的组合 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个整体的组合的时候 顺便给大家提一嘴哈 就是这个 这个案例图呢 它是一个 喜怒悲伤的一个练习 那么这个是给大家放进了素材包里面的 而这个图是咱们的KK老师画的 然后这个图的话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千万不要让我发现 有人就是把这个图给复制粘贴贴到我们的作业上面啊 打没啊 不行啊 就是这个东西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 就是怎么就是KK老师他的画风是怎么去表现这种表情的 那么 好 那么我们如果说就是对五官这一块都OK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该就是差不多一些大的东西都了解好了 那么就还是可以给老师科一波一 然后呢就是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画一画这个表情啊 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再跟着一起来解决一下 就是画表情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需要注意的难点 这个注意好学习到了 你不要啊 还有截图这种操作 不用截图呀 就我给你们放到素材包里面的 你们 你们开始了啊 喝口水 好的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大家打开咱们的作业素材包哈 作业素材包里面 它会有男女两个类型的脸啊 这个东西 这是线稿 这个是男生的线稿 然后你们的素材包呢 是没有脸部的啊 我的是有脸部的 我还不只有一张脸 我还有两张脸 不知道我的炫耀是什么 好的 那么就是这个是男生的一个线稿哈 然后这个是女生的线稿 可以看到咱们男女的这个气质差别还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说我画一个郁姐 然后再画一个男性的话 其实他之间的这个区别并不会很大 所以说为了让大家就是练习到两性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为了把这个关系给拉大呢 我就画了一个就是公子和一个萝莉啊 就是画萝莉的画 我们之前都没有画过萝莉哈 我们之前我们上节课的女性都是画的比较偏郁姐挂的 都是比较偏写实挂的 萝莉是没有画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是给大家画一下萝莉 就想要的面子有两副面孔 确实应该第一副面孔啊 第二副面孔啊 这个是我之前就是试讲的时候就画的东西 好了 那么这个东西是咱们的一个素材包里面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就一起来画一画啊 这个面部 那么本节课的话 只会带着大家画男女啊 各一种表情 那么自己 你们自己在画作业的时候 也是男性和女性都要画表情啊 两个都要画表情啊 任选其一去画 你们可以啊 就是根据我们素材包的那个 就我记得 我给大家的素材包是有这张脸的 就是素材包里面是有这张脸的 那么我们就是案例的话 待会我给大家演示就画 画笑起来的脸啊 就是分开来画 就大家可以选择是临摹我们素材包的脸型 或者说是临摹 我现在真就是要给你们画的这个案例的脸型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一起来画一画哈 啊 这个笔刷的选择呢 呃 我比较推荐大家用描边系或者说粗钩线 如果说描边系和粗钩线用的还不是很熟练的同学 可以用这一支应变员压力大小 那么这支笔的话它其实是PS自带的这支笔哈 就是这个我们的PS里面常规画笔里面的应变员压力大小 就这支笔也是很好用的 好的那么我们就是现在的话啊 我随便先选一支笔啊 那么选一个深色啊选一个黑色 然后我们一起来画一画这个萝莉的五官 我们在啊 画第三次五官作业的时候 就不要再出现什么铜间距啊 眼间距之类的问题了啊 同学们 咱们都画第三次了 结构方面的错误就不要再犯了好吧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萝莉的话 它是一个圆眼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的眼睛他们通常是比较偏大的 我们首先的话还是先把它的这个耳朵的部分呢 给它找出来 那么耳朵找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的中体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中体的判断呢 感情出的就是你 你你哪有啊 哪能呢 蓝月啊 好的 那么我们就是这个眼睛呢 可以先稍微的去把它的整个位置 先就是简单的去找一下哈 这里再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如果说实在是把握不住咱们的这个位置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 就是我给你们的素材包里面是有这张脸的 就有这张脸的哈 你们直接把我素材包里面的这个脸拖进来 然后把它的透明度调低 然后根据这个下面的这个结构呢 你就去就跟着这个结构 就去描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如果说实在是找不准的同学 还就可以这样这样去做 好吗 那么这个眉毛也是 你可以就是把位置给描一下啊 就鼻子位置都描出来啊 你把位置都描好了 然后你就再把这个关掉 你再在这个技术上去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刚刚描了这个脸嘛 它是一个 比较微笑的感觉啊 没有什么太大情绪的感觉 那么我现在把这个位置描好之后 我可以把它作为我的草稿哎 把它作为我的草稿 然后把这个透明度降低 然后我开始去画一个笑起来的一个表情 好 那么如果说要笑起来的话 应该怎么去笑呢 什么想把老师气到鼻孔放大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能这样 好过分啊 就没有事没事开始玩老师啊 是吗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他的这个眼睛啊 我们刚刚把他的大概的位置给描出来了 现在呢 我们想画一个笑起来的感觉 那么刚刚已经给大家交代了 咱们在眼睛笑起来的时候呢 首先是眉眼去打配合 那么这个萝莉啊 这个萝莉 我是给他做了一个设计 这个萝莉的话 我其实在画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个思路哈 就是我想画一个 呃 月兔的感觉啊 我想画一个月兔的感觉 所以说呢 在他的这个五官设计上 我的面部设计 我就没有用这样的一个眉毛 我用的是这样的眉毛 啊 我为了想让他有这种兔子的感觉 所以说我的眉毛像一个小小的水滴 像一个逗号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话 我想让他笑起来 那么我们的这个眉毛就可以往上扬 直接把这个水滴 哎 向上扬 这个样子哈 然后还是咱们的这个橡皮擦呢 一定要选择软橡皮 老师记住他 我记住了 很老我也记住你了 你的这个什么绿眼睛还没画呢 你坐一跤了吗 我反正 今天 白天看一眼吧 你的这个绿眼睛好像还没画呢 什么时候画给我看呀 很老你的绿眼睛 啊 好的 那么我们就是先把这个眼睛上扬的 不是眼睛上扬的 这眉毛上扬的感觉给画出来 风水轮流转呀 啊 啊 这边也是同理 这种感觉给他画出来 有一点那种太极八卦的感觉呢 其实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正面 所以说 你要复制粘铁啊 其实也没有问题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还是用复制粘铁大法就 就画一只眼睛吧 啊 怎么样呢 啊 我们缩小看一看啊 这个眉毛 看看 看一下合不和谐啊 如果说不和谐的话 我们再去调整 把这个透明度再降低一点 这个眉毛不能就是太八字了 太八字了的话 它也是不是很好看啊 好的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咱们眉毛的这个位置和形状 大概的感觉给它确定出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眉毛画的还是比较糙啊 暂时有点不太好看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现在去分析这个眼睛啊 眼睛的话 它笑起来的时候 刚刚已经给大家交代了 那么眼睛笑起来的时候 哎 我们的卧彩要发力 所以说整个眼睛的话 它会呈现出一个长方形的感觉 啊 这里的话 再给大家讲一嘴哈 咱们在画萝莉的时候 为了让整个人显得可爱 所以我们的五官啊 我们在画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的圆形啊 我们会出现很多的圆形 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个 它的一个发饰哈 你看这个就是圆球嘛 一个毛茸茸的感觉 再包括我刚刚的这个脸啊 这个脸它就是整体是一个很圆润的感觉 你看我的整个下眼瞼非常的圆啊 上眼上睫毛也是一个圆弧的感觉 包括它的这个眉毛啊 鼻子还有嘴巴圆嘟嘟的 都有这种圆形的感觉在里面哈 那么我们在画这种笑眼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方中带圆啊 方中带圆 这我怎么去画呢 先把这个无线给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在画下眼瞼的时候 可以让它稍微平一点 其实这里还要给大家提个醒的是 我们在画萝莉微笑的时候 或者说画萝莉大笑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带太多的三角形 不然的话你这个人会显得特别的邪恶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有一个三角形吧 然后我再把这个给你们画出来 会不会有这种邪恶的感觉 好然后我把嘴巴画一下 哦就是大概大概的画一下吧 哇是不是有一种说不上来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不然我就我第一次画这个萝莉笑起的时候 就画的贼圣人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嘴巴笑起来 你要提嘴角嘛 你只要提了嘴角 它其实就是会带出一点三角形的感觉 就算是三角形当中 你给它添了方形 它都还是会有那种邪恶的感觉 就我当时第一次画的时候 真的是纠结了很久 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个嘴巴哈 嘴巴你嘴角向上提的时候 你最好是这个样子去提 就是不要让他的这个嘴角那么那么大 然后嘴巴呢就是稍微小一点 嘴巴稍微小一点 然后这个嘴角 哎那输入法怎么出来了 然后这个嘴角呢 你就是你这个样子去整 这个样子去整 就这个样子 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我们在画笑起的时候哈 通常情况下都是这个样子嘛 对吧 就是嘴角就是这个样子 往上提的嘛 是吧 但是我们如果说你这二八景要把这个嘴角画到这个萝莉脸上的话 他他整个人就会 卧槽 好吓人了 就就很恐怖 你们知道吗 所以说就是 当他在画萝莉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嘴角往下远一点 往下压一点 就不要让他就是那种三角形的感觉太突出了 不然的话他会很邪恶 包括这个眼角也是 不要让他太尖了 就是圆润一点 然后刚刚已经给大家说了嘛 就是我们卧蚕发力的话 你的这个 这个眼珠子会挡住一部分 它就会形成 就是一种椭圆 然后被挡住了两边的感觉 对称工具用起来 我觉得对称工具用起来 你们不会感觉有点太那个啥了吗 就是怎么说呢 有点不太自然 我不是很喜欢用对称工具 就是觉得有点机械化 可能是我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咱们的罗列的这个眼型了 你们可以发现哈 我画得很克制 我的这个眼角 虽然说出现了这种三角形 但是我没有就是这个样子去撬它的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克制一点 我怎么就是没有新建图层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继续 我们既然挡住了它的这个瞳孔 我们的这个眼球的内部 像这个罗列的话 它眼睛很大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画这个瞳人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给它做设计的 就比如说你可以给它画一个疼心的 这种眼黑就是瞳孔 就这种感觉 就给它加一些小设计 或者说你不喜欢也可以不加 你就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原型 在里面也可以啊 就这个东西是看你们个人哈 你们想加就加啊 不想画也不想加就不加 只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我很喜欢告诉你们怎么去画创作 就就给你们多讲了一下 就这个东西可以去自己去捏造一下 好 那么这个夏颜姐呢 也是画出来 好的 那么这个眼睫毛哈 可能会有人提问啊 就是老师 我三角形要少画的话 那这个眼睫毛要不要画呀 就眼睫毛可以画 但是就是画的克制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的上睫毛 你的这里眼线带一下就可以了 你下睫毛 你想画这个眼睫毛的话 就不要画的太尖锐 就是给它 就是这个三角形嘛 就比如说这种是三角形 那这种它也是三角形 你就画楼梨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这种三角形 胖嘟嘟的三角形哈 就这种比例夸张的 这种三角形就最好就避免了 也不要了 好 那么我们在画这个睫毛的时候 下睫毛给它加几个 这种胖嘟嘟的三角形的感觉 胖一点 缩小看一看 还可以 上睫毛的话可以不用加 就保持这种状态就OK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是给它画双眼皮的位置 那么这个双眼皮的位置的话 它其实 也会变得图形化 如果说你正儿八景要画一个比较写实的双眼皮的话 它可能会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就是画写实的话 它可能会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但这个样子它并不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裸厘 我们在画裸厘的时候 我喜欢这个样子去画双眼皮 就是这里 它不是会有一个阴影吗 然后我就直接用一个水滴状的 哎线条先断去把它的这个阴影给它概括出来 让速度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阴影的感觉 好 那么这里的话就直接把这个眼睛 哎 还没有复制粘体哈 还差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的这个 卧残 就这个卧残 其实它有两种表现方式 第一种表现方式是画线条 那么这个萝莉 你可以看到哈 我把这个线条画出来之后 它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还有第二种表现方式 第二种表现方式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眼睛给复制粘体哈 先拖到旁边去 等一下 这个铜间距可能要调一下 铜间距要调一下 这个就是为什么不爱用那个 被称工具的原因哈 就这个东西 你直接把它复制粘体过来的话 它其实并不能用 你还得自己调一下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的话 它其实两只眼睛会有一点不对称 你的这个眼球 它有一个眼球会往旁边偏一点 然后这里就是让它往右边稍微挪一点 它整个眼珠子 哎 哎好 就往旁边挪一点 整个人就会看起来自然很多 好的 那么我们眼睛部分 刚刚不是说了吗 还差一个卧彩 那这个卧彩的话 如果说大家用线条去表达的话 它可能会有点不太好看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直接用上色的方式去表达 那么因为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黑白的状态 我就直接用黑白的颜色 去给它进上色了哈 我这里就是直接选择了我们的这个PS自带的这个笔 然后把这个传递呢给它打开 这个传递可以把控制两个都打开啊 控制钢笔压力两个都给它打开 然后把这个关掉啊 然后我们去选择一个灰色啊 就直接我用灰色去给大家上色 在这下边 也可以就是新建一个涂层 在我们眼睛下面 然后在这里挨着我们的眼睛的部分 去给它上个色 就是这个样子 就不用线条了 直接用这个上色的这个色块 去给它表现我们的整个卧蚕 它会就是看着效果会好一些 然后会好看一点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把下面的这个草稿呢 可以给它擦掉 多余的线条 好 那么这个东西它其实除了卧蚕以外 我们在上色的时候还要再画一东西 是什么呢 之前其实给大家讲过了啊 是我们的这个腮红 我们的腮红的话 在笑起来的时候 如果说你眼角两边 它是带一点颜色的话 它会让你整个人更加的生动 好 我们一般如果说要上腮红的话 直接选择这个软元压力 或者说我给你们的这个渲染笔刷 两只都是可以的 渲染的话 你看它画出来是这样的 它跟我们刚刚的那个PS自带的 那个很软的笔刷 它其实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笑起来的眼睛 你想给它加腮红 那么我们通常是加在这个地方 加在这个眼白的这个 就是眼角的这个区域 靠近耳朵的部分 然后刚刚就是这里加了一点白色 好 我们把白色给擦掉 这里 这边眼睛也给它画上去 就是我们腮红的区域 那么我们的眼睛呢 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就画好了 特别可爱啊 然后我们接着还有一个东西 是咱们的鼻子啊 我们的鼻子还没有画 咱们的鼻子的话 女孩子的鼻子 就是萝莉的鼻子的话 它其实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平时在画鼻子的时候 我就是特别简略的 用一个小半圆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半圆 去给它描绘一下 意思意思 我经常用意思意思去去画 就我画画很多时候 就是有一些不重要的结构 会影响美观的 我就画的特别的含糊 但是该有的东西都有 就是意思意思 你看这个颜色呢 线条的颜色 我也是用的很淡的 这个半圆特别的小 就这个半圆的话 为什么要给它画个半圆呢 其实就是在暗示这个鼻子 它是有高度的啊 有那个透视 所以说它这里会有一块阴影 这样子 对 作业就黑白的啊 不用上色啊 咱们作业就黑白的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主要是练习这个表情 好的 那么我们鼻子好了之后 就是这里的话 就是大家如果说后期 想上色的话 其实也不是不行啊 就我们作业 最好是黑白的 因为我们主要是练习表情 那么练习表情的话 如果说你上色了 我反而会有一点 无法判断你的结构 就有一些同学 他会比较喜欢画颜色 然后画刻画 然后反而会忽视结构的问题 那么我们练表情的话 他更多是 更多是在练这个结构 所以说就是 最好是一个黑白的状态 想上色也可以 我不拦着大家啊 这个是很随意的哈 好的 那么我们的最后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嘴部了哈 好 这个嘴部啊 我先合并一下 直接把整张脸合并一下哈 嘴部刚刚已经给大家画了 咱们的萝莉的嘴巴呢 最好不要画得太大了 让它整个保持是一个圆圆的感觉 就是这种圆形 我们在张嘴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它就是上嘴唇 它的这个 它这里会有一条弧线 上嘴唇会有一条弧线 就这儿 那么到了嘴角两边的话 这里会有一个向下走的趋势 这里就是刚给大家画了一个重点哈 就我们在画笑容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这个样子去 去提 去画 这个样子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就是 把握的好的同学 可能会画的好看 如果说一旦把握不好的话 这个嘴角画出来 就会有点恐怖 所以说呢 就是给大家讲 如果说大家 在画这个萝莉的时候 可以把嘴角往下压一点 就这样的一个弧线下来 这样的一个弧线下来 那么就是这里的话 就是往下走 我们的下嘴唇 它的这个半圆就要比上唇的半圆更大了 我们把这个半圆呢 给画出来了之后 可以用橡皮擦 用这个软橡皮去 模糊一下 就是有一种 怎么说呢 有一种虚实感 虚实感 有的地方实 有的地方虚 那么这个上唇的话 可以也带一点虚实感 好 那么我们的嘴巴 现在是张开的状态 所以说需要考虑 要不要去画它的牙齿 或者说舌头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如果说 想画牙齿 或者舌头的话 可以画 如果说不想画的话 就保持这样的状态 就OK了 如果说想画的同学 我这里来告诉大家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画 首先这个女孩子 她是兔子的设定 我是想刚刚给大家讲了 我是想画一个月兔的感觉 那么我在画这个女孩子的时候 如果要画这个牙齿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子画 给她画一个兔子 兔牙 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兔牙 就特别可爱的这种感觉 但如果说你不想画兔牙的话 就再给大家示范一种 就是正常的牙齿 它是怎么画的呢 这里的话就得再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这里给大家画一个中线 你可以看到咱们的上唇和下唇 它张开的弧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视频的话 就比如说现在会有一些 博主的视频 就是他对着摄像头会说话 那么你在看这个博主的嘴巴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关注过 人家就是在张嘴的时候 你通常是看不到上牙的 你很少会看到上牙齿露出来 你一般情况下这个人在说话 他面对你 你通常都是看到的下牙齿 你一般情况下 他都是看不到上牙的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在画正常的这种比例的牙齿的时候 就是我通常是会这样子去画 就是我会画下牙 就是会把下牙给画出来 就这个样子 看 我会把下牙去画出来 因为这个嘴巴 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解释呢 就我刚刚不是让大家去摸了你们耳朵后面嘛 然后你们张嘴的时候 就是这个下颌骨 它是会往下移动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会有透视的 就你的下牙齿 会往下移动 所以说你从正面去看 它其实会更容易看到你的下牙齿 你上牙 它反而是会往上翘的 大家可以自己现在张嘴看 就是理解一下 自己就张一下你的嘴巴 然后感受一下 你的下牙齿是不是在往下走的 所以说就是这个是 我们的透视的问题 就是在张嘴的时候 通常都是看到的下牙齿 那么我在画这个张嘴的这个情况呢 我就会直接 如果说就是要画真实的这个嘴巴的话 我就直接把这个下牙给画出来 然后就OK了 就就其他东西都不画了 就这样就OK了 如果说你还想要 就是画的细致一点的话 你最多就是把这个嘴角的位置 你再卡一下 再卡那么一丢丢点就OK了 就是不用画的太多 讯息量不用太多 就是有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嘴巴了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嘴巴内部 和我们的嘴巴的一个轮廓哈 除此以外呢 其实还有我们的上嘴唇和下嘴唇 那么这个上唇和下唇 我们也是采用的一个色块的方式去画它 那么还是切换成刚刚的这个笔 然后把传递打开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哎 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去画呢 我们的女孩子嘴巴 一般情况下都是会嘟嘟的 就是我们女孩子如果嘴巴太薄的话 她会没有那么的可爱 没有那么的亲和 所以说呢 我们在画上唇或者说下唇的时候 就是可以画的大一点 就是有一个小圆点啊 就比如说我现在画下唇 我先画一个重色 一个小圆点在这儿 然后我再慢慢的往旁边去运 然后运到旁边之后 干脆就看不见了 我们主要是这中间会有那么一丢丢点 就是这样子去画的 一定要淡 香皮擦可以擦一下 不要让它有那种正方形 或者说长方形的感觉 就是一定要把下边的这个弧线感给拉出来 就是这种 就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这种弧线感 有些人画嘴唇的话 他会画平 那么画平的话在男性当中是适用的 但是在女性当中就是不好看 就是画女孩子的话 这个嘴唇就是要弧线往上走 然后我们到了圣唇 它也是一个弧线的状态 也是在中间 先给他点一个点 其实圣唇的话可以不用画 圣唇我感觉就是 比较少 又有人会专门去刻画吧 大家要画画的时候 通常都是只刻画这个下唇 上唇的话反而画的比较少 好的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咱们的一个女性五官的了 不画行不行 可以不画可以不画 如果说是就是觉得自己没信心的同学 可以少画一些结构 就结构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想练习哈 你想挑战的话 你可以去多画 如果说是你没有信心啊 或者说是你目前比较专注去练我们五官本身应该带的一些结构 你就可以稍微的就是减少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嘴巴的上嘴唇和下嘴唇你干脆就不画了 然后就直接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嘴巴 把这个嘴形给抓住就OK了 好吧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女生的一个微笑表情的示范了 如果说大家还想往生了去画的话 其实可以就是给他这个眼睛呢 也给他上一个颜色 如果说还想继续深入刻画的同学啊 就这里给他上一个颜色 然后完了之后啊 就是可以接着把这个 我们的阴影 上面上方的阴影也给画出来 然后我们的这里也给他画一下 完了之后可以给他点一个高光什么的 就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在画了该有的东西啊 练习完了该有的东西了之后 你想再去多加一点其他的内容 你就随意了啊 想画哪儿画哪儿 想怎么画怎么画 这个是比较自由的 好的 那么以上的话就是女生的一个五官了啊 大家还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给老师刻意不一 如果说对一些结构 或者说一些 知识点还有不清楚的话 可以就是把你们的问题给打出来 那么就是在等待大家的这个延迟的期间呢 我喝口水啊 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我们就继续了啊 好我们把女孩子的给画好了 现在就关掉 现在打开男生的这个五官和脸 那么男生的话还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直接去把咱们素材包的那个圆图给拖过来 然后圆图的话它是有一张脸的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有信心 能找到这个五官本来的位置的话 你就不要拖了 如果说没有信心的话就可以直接把他的这个脸啊 就是这个拖进来之后 把聪明度降低 然后再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你把他的这个位置给他找出来啊 因为就是我们本节课是练习的这个五官嘛 所以说位置的话 大家如果说实在是不想找的话 就干脆就就是淋着画嘛 就是画一个草稿 把他的这个位置找出来 这个样子的话 你其实就是真就会更有针对性的一个练习 否则的话 有些同学觉得 哎老师我一个作业 我又要考虑表情 又要考虑脸部的这个结构 头骨的结构 五官的结构 我觉得好难呀 我有点有点就是转不过来 那么没有关系 还就可以你就是只考虑一个东西啊 把这个五官的这个该有的东西 先给他描出来之后 然后你再去进行一个表情的变化是OK的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刚刚很粗糙的 就是把这个五官给描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一起来 对男性的这个五官进行一个变化 还是一样的 把透明度降低 好 先见一个涂层 男生的话 刚刚就是给大家 在我们的这个理论的部分哈 已经画了一个这个眼睛 其实这个眼睛的话 他就是我们男性的眼睛的一个思路了 那么这边的话就给大家做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思路哈 就是咱们在画男性的这个眉毛 就是上阳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你要把眉尾的状态给他画出来的话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 就是这个样子的走势啊 就是眉头和眉尾 我会给他区分开 那么这里的话是他的一个眉峰的位置啊 所以说就是你在画眉毛的时候 可以这个样子哈 大家如果说直接画眉毛上手 有点画不准的话 就这个样子 呃 我把这个往上提点哈 这里就是再给大家提个醒啊 我们眉毛 哎在开心的时候 它是会上阳的 所以说刚刚我们描的这个底图 它是一种平淡表情的一种感觉 那么你现在要画的这个眉毛 是开心状态的眉毛 你就要要往上再阳一点哈 就是往上再走一点 啊就是这里 我们直接把一整个线啊 给他走势 先把大概的走势给他画出来哈 就把走势画出来了之后呢 然后再去给他 哎一根一根的 把眉毛的形状给他画出来 啊这个样子 一根一根的 就是画眉毛的话 如果说同学们有自己习惯的 画眉毛的方式 能够画得好看的话 你们也可以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画 因为我的话是习惯了这个样子去 呃一簇一簇的画眉毛 那么有一些同学可能是觉得 就这样子去画眉的画线条 有些同学就是线条还没有练到位的嘛 就是觉得会有点难 那么你们可以选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去画哈 就可以不用模仿我 啊这里就是眉尾多余的地方给他擦一下 让他就是有一种见眉心目的感觉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上扬眉毛的一个状态了啊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去画他的这个眼睛啊 这个眉毛的话 呃 把眉间距 等一下啊 我再调一下 拉长一点 就刚刚刚刚感觉这个眉间距有点不太对劲 或是粘贴一下 看一下眉间距怎么样 好 缩小看看 哦 拉的有点太长了 刚刚觉得不够长 结果拉了之后又感觉有点太长了 好 好了那么这个状态的话 我们把它缩小之后 先观察一下这个眉毛 你觉得他形状哦不OK 如果说OK的话 你就继续往下去画眼睛 如果说不OK的话 比如说现在哈 我觉得这个眉毛的形状不是很合我的意 我可能就会对他的造型再进行一个适当的修改 就把这边给他压平一点 然后这边往下走一些 好 就是我希望这个也 这个眉毛它的结构会更明确一点 让它更平一些 就男生的话 其实用直线会用的比弧线更多 直线当中可能会稍微带有一点弧线 但是主要的话 它是用直线的感觉 然后是偏长方形的那种感觉 这个状态的眉毛 我个人觉得就差不多了 再把这个眉毛往这边稍微挪那么一丢丢点 OK 好的那么眉毛的话 现在就画好了 那么接着的话就是咱们的眼睛的部分了 咱们的眼睛的话还是依照刚刚的这个思路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眼角呢 给它画出来 然后再跟着把整个眼形都给画出来 那么男性的这个眼睛的话 它整体是一个比较长方形的这种感受哈 就是男性的眼睛它整体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女孩子的眼睛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就是方圆方圆的 男性的话就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可能长方形当中带了这个三角形 然后女性的话可能就是方圆当中去带三角形 就这个样子哈 好那么我们接着去把男性的这个 哎眼睛毛 这里给描一下 然后接着把下眼睛的位置 这里的话 男生在画下眼睛的时候就可以稍微的画的平缓一点了 你可以直接一条直线过来 直接一条直线啊 你要带弧线的话 就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点感觉啊 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边眼角给它压下来 把这个眼角压下来之后 它这里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就会显得它就是更加的阴气一点 好那么这个眼睛的眼形呢就画好了 眼形画好之后 咱们把瞳孔也给画出来 咱们的瞳孔呢 是上边的半圆和下边的半圆 它都被挡住了 所以说我们这这个圆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好你们看到没有 我在画这个眼睛的时候 我中间是会有断线的 就我并不会说是一下子全部去给它封完啊 就是如果说有断线的话 它会有一个虚实关系 就是实 虚实 它就会这样的感觉哈 所以说我反复的在给大家讲 就是断线这个东西 它是很美的 就是看你怎么去运用它 好的那么这个眼珠子的地方哈 眼珠子也是可以给它来一个半圆啊 我画眼珠子的时候 我是会喜欢画半圆 那么有一些同学的话啊 可能会喜欢画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巴巴在里面啊 都是可以的 就你看怎么画你觉得好看就OK了啊 就是我们甘油的结构不要出问题就OK了哈 好的那么这里画好了之后 咱们再把双眼皮给它确定出来 那么这个双眼皮呢 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高兴的一个状态哈 但是因为是写实啊 跟我们刚刚的这个女性是不一样的 我们女性的话是创作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那么到了男性的话 他写实的状态会更多一些 所以说我们就要考虑这个 这个人在真实状态下 他笑起来的时候 双眼皮会不会有变化 那么据我所知的话 大家在笑起来的时候 双眼皮通常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 我们只会在卧蚕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双眼皮的话 就是根据他的整个眼型呢 就是带一点弧线的感觉就OK了 就贴在这上面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 还是去新建一个新的图层在下边 然后切换我们的这个应变源压力大小 然后把传递都给打开 把我们的卧蚕给画出来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笑起来的感觉 所以说他也可以去画一个腮红 我们先把卧蚕给画出来 然后两只眼睛都给弄好了 然后再去给他加一个腮红 那么这里的话眼尾 其实这个方向 就是你的双眼皮的靠近你眼角的位置 你也可以给他刷一点 这个灰色颜色就给他刷一点 我们以后在上色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啊 就只不过现在的话是没有用性颜色 只是单纯的在用素描去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的整个卧蚕呢 就是越靠近我们的眼睫毛的位置啊 它会越深一点 越靠近眼睫毛的地方会越深一些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那么男生的话 你其实可以再给他带一根线 就是他的卧蚕这下边 你可以给他这样子带一根线 让他的这个卧蚕挤压的感觉更加的明显 就这样的话 他的笑眼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如果说同学们在画完眼睛之后 感觉哎就比如说我现在画的这个眼睛嘛 他的这种笑起来的感受并不是很强烈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修改呢 啊有一个很方便的修改模式哈 就是直接把这个下眼瞼再往上提一些 再往上提再把你的瞳孔再进行覆盖啊 这个就是大家如果说笑起来的那种氛围感不够的话 应该怎么样去强烈的去表达他的这种氛围感 就是把我们的这里再给大家说一次哈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下眼瞼的这一条线再往上提 再把我们的瞳孔进行一个更强烈的遮盖 他的这种情绪就会更加的强烈了 好那么这边我们画好之后还是先复制 然后单体把我们另一只眼睛呢也给搞出来 然后把铜间距给调整一下啊 确定 位置是对了的好现在就把这个铜间距呢给他调整一下 铜间距其实可以直接把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圈选 然后往右边挪一点 OK 就这个样子就把铜间距拉开了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一样的去上他的这个眼角的红色啊 眼角的红色用我们的这个软笔去上 把这个笔给放大一点然后轻轻的就是吸了这个灰色轻轻的去扫到他的这个眼角的一个位置 轻轻的扫过去 好大家可以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就是有这个腮红和没腮红的一个区别啊 这个是有腮红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是没腮红的状态 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刷了腮红之后面部的这个细节量啊 讯息量增多了 然后我们并且这是一个笑起来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笑起来的时候你眼角红红的 他的这种氛围感也就会更强一些啊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眉眼的部分了 眉眼以及脸颊的这个腮红都刷好了 那么咱们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去画我们的鼻子 男性的这个鼻子的话他比较的就是写实 那么我们还是先把他的整个海鸥线给画出来 刚刚我们在描图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个鼻子呢 就是大概的位置给他确定好了 那么我们根据刚刚的这个位置去把他的这个海鸥线 去给他表现出来 那么这里再给大家强调一次哈 咱们在画海鸥线的时候中间这里是会有断线的 我们只会把海鸥的脸边翅膀画出来 中间是会给他留一个留白啊 就是保留一个虚实关系啊 那么男性的这个鼻子为了让他好看一点 他有一个办法 为了让他好看一点哈 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 我们就是选中刚刚的这个腮红的涂层 然后再选中这个硬边缘压力大小 把传递全都打开 然后选择这个西这边的灰色 颜色很浅淡的颜色哈 然后去这个样子 画我们的侧阴影 这个样子去画一条侧阴影 一定要把这条线画直哈 咱们的鼻梁一定要直一点 如果说你鼻梁歪了 你鼻梁歪了就证明你骨折了 所以说这条线的话 鼻梁这条线一定要直一点哈 同学们 然后就给他一个三角形的感觉 咱们的鼻梁的三角形是一个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啊 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区域哈 下边的这个区域 它就是有这个鼻尖了 鼻尖和鼻头 它的这个阴影面会越大 所以说它会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咱们的鼻子了 鼻子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那如果说有同学觉得哎 这个鼻子太直了不好看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模糊一下啊 有一种虚实感啊 就是让它明明是一条直线 但是有些地方是虚的 有些地方是实的 虚的地方你就看不清楚 你就感受不到它究竟是不是一根直线 但其实它是 就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有点难形容哈 就是比如说 你看我现在这个东西哈 它是一个很实的状态 我怎么样去让它好看一点呢 其实就是选择一些地方去进行虚化 你看 我是这样子去虚化一些地方 它它整个就是我们虚化的中间留了两边 它整个的话就会变得很暧昧 你看没有 就是它明明是一条直线 但是你你你又觉得它这条直线好像很漂亮 但其实它只是一条直线而已 我在说什么 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吧 就是有虚实感哈 好的那么这个就是鼻子 鼻子的话 它没有任何的变化 跟我们普通状态下的这个鼻子是差不多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最后一步 我画了嘴巴了 咱们的嘴巴 男性的这个嘴巴呢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Inflink这个老师 他的这个嘴巴呢 就画的特别的漂亮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他 直接把老师之前给你们推荐的那个参考软件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就是这个参考软件哈 之前发到群里面的那个 然后去截一下图 把这个嘴巴截截下来 然后放到旁边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参考了 好的 你可以发现哈 这个Inflink 它的这个嘴巴是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正方形 然后一个长方形 然后它的下嘴唇的这条线是成一个弧线的状态 然后到了嘴角呢 会添加两个小小的一个三角形的这个样子 那么我把我们把它的这个图形给分析好了之后呢 现在就可以直接去上手画了哈 我们先去卡一下这边的嘴角 然后就把它的整个手中线呢 给画出来 然后这边的嘴角也给它卡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嘴角就是要往上了 那么我们这下边就是挨着我们嘴角的位置哈 就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说嘴巴是张大的情况 那么应该是从哪开始往下张呢 就是嘴角这儿啊 嘴角这儿会直接开始 然后往下张 然后到了我们的下唇 这儿它会有一点点带弧形的感觉 就是一种方中带弧的感觉啊 我们先把这条线修饰的好看一些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再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咱们嘴巴在张开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跟我们的牙齿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我们有两排牙齿 然后你的嘴在进行一个张开 在进行笑的时候 你的这个嘴在笑 在张开的时候 它的这个图形 你的嘴唇的图形 会因为你的牙齿而受到禁锢 就是我们真人的这个嘴巴 它在张开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这种方方的感觉 就是它这两边会形成一个拐角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方形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下边会哭到你的下排牙齿 所以说它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图形 因为我们现在画的这个男性的话 它是一个很真人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这边就顺便的去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的结构的问题 就我们刚刚画女生的时候 因为就是创作的状态会更多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分析结构 那么男性的话就这里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张大嘴巴的时候是会受到牙齿的影响的 我们的外轮扩会受到牙齿的一个影响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去修整一下我们的整个图形 让它修整的更好看一些 我在修整的过程当中 这个我刚刚觉得这个眼睛它笑的不够厉害 所以说可以让它的弧线更加的明显 把下面的这个瞳孔呢挡的会更多一些 就只要你发现眼睛笑起来的这种感觉不强烈了 就是往弧线去加一些 就是把方形的感觉削弱一点 然后再去把瞳孔给遮挡住一些 这个样子的话 它的这种笑眼的感觉就会更明显 那么我们的这个嘴巴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再往上靠一点 把人中给缩短 然后把这种弧线的感觉呢 修得更加的明显一些 就慢慢的修 下面的这个草稿可以把它给灌掉了 这不是草稿 就这里会有一个草稿 好了 灌掉了 然后咱们的这个写实的人呢 它会有唇峰 唇峰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是在画表情 就是唇峰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画了 你觉得好看 那么你就去画 如果说你觉得 要画唇峰 要加唇峰 又要考虑表情的话 你觉得有点难 那么你就不画 就唇峰这个东西可以选择性 要不要画都无所谓 那么嘴巴的这个造型 你整体的这种笑起来的感觉 你是必须要给我画出来的 必须要画到未来 好 那么我们的整个嘴巴的话 它的这个嘴角 其实就是靠近两边嘴角的时候 它会颜色比较深 就是我们的嘴角 两个小三角的地方 会稍微深一点 这里就是会卡的稍微重一些 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了 怎么回事 同学们 我看电脑有点看不清了 就可能是盯久了 有点视觉 眼睛有点疲劳 就看着又重影 有点看不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把这个就是 大概的感觉 修整的差不多了 喝口水 喝口水 跟眼睛好像没什么 没太大的这个帮助 没事 就是待会下课了之后 我就去休息一下我的眼睛 做个眼保健操 就每天盯的电脑时间太长了 好的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嘴巴的整个的一个造型了 就是我希望大家至少是可以把这个 嘴巴的这种笑容的感觉 给我做的到位一点 那么这个笑容的感觉做好了之后 这个下嘴唇的话 男性的下嘴唇你可以去直接用线条 这样去卡一下 就用一条直直的线去卡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这条直线呢 稍微的就是不要画了那么多实 就是让它虚一点啊 颜色灰一点就OK了 这个嘴唇的话 我都是觉得你们可以不用画的 就是男性的这个嘴唇 通常的话都不会像女孩子一样 这么的明显 所以说你一根线去给他交代一下就OK了 那么我们如果说想画牙齿的话 你可以学习inplink老师 就是给他这个虎牙 就旁边的话 他他会有这种虎牙吗 但如果说不想学习这个老师的这种笑容的感觉的话 你就可以像我刚刚教你的这个样子 就是去把他的整个下牙齿啊 给他画出来 就这里就给他画一个下牙 那么我们在画下牙的时候呢 就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半圆形 并且就是大家最好是有一点断线 就比如说我刚刚画了一整个半圆 然后到这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断线 那么这里的话 他会有一点讯息量 会显得整条线段会更加的丰富 好现在我们缩小来观察一下哈 就基本上这个脸呢 该有的结构都差不多了 那么画到这个程度 如果说大家还想继续往下画的话 就是去把我们的整个眼睛 给他填个颜色 对吧 就是刚刚画我们女孩子的时候 也是进行了这个步骤的 如果说还想往深入的去画的话 是去用黑白 把我们的这个眼睛呢 给他画出来 这里是我们的阴影部分 咱们的这个阴影呢 其实我们的眼白区域也会有阴影哈 眼白的这个区域 嗯 这个传递 贴死老师出问题 就是开着开着 他自己就给我关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眼白的区域 也给大家上个阴影 好 然后呢 这边再给他 加深一层阴影 就是我们在画这个表情练习的时候 都是在用素描关系去画 他的步骤呢 跟我们之前的那个五官的步骤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用颜色 我们把颜色给抛开了 只考 只考虑他的这个素描关系 那么他在画起来的时候就相对的来讲 会稍微的简单一些 这高光的位置 我之前已经告诉大家了 一定要点在我们的这个铜人 就黑黑的这个铜人的旁边哈 这里是一定会有一个阴影 一个高光的 那么我们高光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我还喜欢就是画在这里 画在这个位置 或者说这些位置 我也喜欢去给他戴一点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咱们的这个男孩子的一个 五官的一个演示了 啊 今天的话 没有脱糖呢 哇 真好 这个鼻子的话 可以让他稍微明显一点 就刚刚画的太淡了 有点 如果说这个鼻子 大家有一点画不好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 呃 干脆 如果说是实在是 不想画鼻子也无所谓嘛 因为我们的鼻子 它在我们的表情里面 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说鼻子 大家如果说实在是不想画的话 就去把我们素材包里面的这张脸 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哈 素材包里面不是 我给了大家这张脸嘛 你们到时候直接把这个鼻子抠下来 然后贴到你们的那个作业上 是OK的 就贴鼻子是OK的 我允许 允许你们贴男生的鼻子 但女孩子的 女孩子的鼻子就不要去贴了哈 女孩子因为这个女生的这个鼻子的话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半圆形 啊 就是这个 它是这样的一个半圆形 然后大家在之前的作业 或者说之前的课程里面 我都没有让你们画过类似的鼻子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自己画一下 熟悉一下 就女生的鼻子不要贴 男生的鼻子我允许你们贴 好吧 恭喜老师今天准时下巴 好的好的 那么同学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就是 现在还没有 我们可以就是大一嘛 现在还有点时间可以进行一个大一 好可爱啊 哎真可爱啊 我画的男孩子真可爱 同学们 被自己画的男生可爱到了 我画画经常会就是画着画着 然后就开始自我 自我怎么说呢 膨胀 就觉得哇 我怎么这么牛逼 怎么画得那么好 就会有这种很自信的时候 然后画不好的时候 也有就是很特别自闭的时候 就哇 我怎么这么垃圾 我怎么这么踩画了这么多年呢 还要出这么低级的问题 就还是画不好大效果 就什么还是人体 还是那么垃圾 画画的时候 这个心情起伏特别的大 老师那个腮红再来一次 好的 把这里关掉哈 就是腮红的图层的话 你需要这里啊 我们这个图层 它是单独的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腮红需要在这下边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去选择这一支笔 软软源压力不透明度和流量 或者或者是渲染2 这两支笔都OK 但是你最好是用这支笔吧 因为这支笔它新手来讲会比较好掌握一点 那么这支笔的话 把它的这个笔刷放大一点 放到这么大就差不多了 然后去吸这个我们的卧蚕这边的灰色啊 吸一个浅灰色 然后轻轻的往上涂 然后就好了 然后这边也是轻轻的 如果说你觉得太深了 那么你就再切化你的橡皮擦 这个橡皮擦呢 也是用软一点的橡皮 然后你再把这个橡皮擦给它放大一点 去做一个轻轻的擦拭 反正就是手劲一定要轻 这个橡皮擦我用的不是软橡皮 橡皮擦也选择这个哈 软源压力 也是轻一点 反正就是画橡皮擦的时候一定 手劲一定要轻啊 轻轻的 就这样子 OK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不漏那么多眼白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们我的画风是比较喜欢那种 偏写实一点的画风 如果说喜欢那种眼睛大的同学也可以 就是你的瞳孔大一点的话也可以 但是只要注意这个瞳间距就OK了 因为有一些同学他如果说把这个瞳孔画太大的话 他的瞳间距会出问题 就有些同学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你你像我现在哈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 这个样子就往外扩 把这个眼睛往外扩的话也不是不行 但是就是大家往外扩的同时呢 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个瞳间距 不要拉得太近了 就这样子你看还是好看的 但如果说就是你把这个弄得太大了 眼白基本上看不到了 那就不行了 反正就是注意我们的瞳间距就OK了 只要你的 其实只要你的这个眼睛的大小和眼睛的位置找准了 那么你的瞳间距就相对的来讲不会容易出错了 女生的哈 女生的这个眼睛可以画大吗 嗯我看一下哈 我的这个女孩子就是留的是三白眼 三白眼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这里这里会有一个白色 这里会有一个白色 就加起来是三个 那么这个就叫做三白眼 那么你们如果说在画的话 你们画的是笑眼吗 我刚刚画的笑眼呢 啊 你们画的是笑眼吗 所以就是这里会留有这个眼白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眼睛大眼的话 可以这么大 但如果说你这个这个大小的话 我觉得就是极限了哈 如果说你还想再大的话 你就有点不太行了 就是反正就是大家要把这个瞳孔画的大一点的话 就是我现在给你们描红线的这个大小 就比较OK了 好吗 就不要再大了 如果说再大一点的话 可能你们会有点hold不住 老师推荐几波哈 慢看看 尤其是 啊 不行 怎么能这样呢 女生的眼睛可以画大一点 蓝月的话 你真的不是眼睛画太大的问题 就是蓝月 你的眼睛画大了是完全OK的 主要是你的这个铜箭剧 啊 你的眼睛是可以往大的去画的 只不过就是要把铜箭剧给注意好就OK了 不要就迈过这个坎儿蓝月 没关系的 我刚开始画眼睛的时候 爷老师会画大 这个也是我后面逼着自己去学了结构之后 慢慢的一点一点调整回来的 我自己以前也是喜欢画那种 不灵不灵的那种大眼睛的美少女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现在年龄大了嘛 然后审美发生了 转变 就真的是年纪越大 喜欢的东西也就越怎么说呢 越写实了 打字推荐一下 不不不不不 别了吧别了吧 不是 不是我 我现在 呃 如果说你们真的想看韩曼的话 就是 其实韩国这边的漫画 我们中国都是没有版权的 就你们知道吗 韩曼是国家会给他们资金推动他们的发展的 就是韩曼真的发展的很好 现在就是我们国家别说漫画了 就是动画国家都不会出钱去管你的好吗 国家反而会就是限制你找你要钱 就是我们中国的发展路径不在这儿 但是韩国的话 他们政府会给那个漫画的公司 就是政府会给他们资助让他们发展的更好 就是现在韩国的网曼时代 就是现在是韩国的网曼时代 就是我看的话会在 那个微信的公众号里面看 就是有一部漫画特别好看 就是那部漫画现在还是挺出名的 叫 我给你打字号 叫全 全知读者视角 它不是 它不是十八镜的 它是全年零像的 就这本 全知读者视角 然后这本的话它是小说改编的漫画 然后现在好像要出电视剧了 就是这本小说它真的很好看 虽然说我们中国国内还没有引进吧 好像图书有引进了 但是电子书我没有找到 电子书只有积翻的 没有人工翻译的 就这个是真的很好看 是韩国的一本全名小说 然后漫画的话也很好看 就是韩曼真的是很牛逼 韩国的本子确实好看 你们去私聊吧 好吧 你们去私聊 我在上课的时候不方便说的 我现在还录着评的呢 你们就是让我给你们讲这个 万一我被查了怎么办 我们领导来看 万一被就是教研的时候 给他们看到了咋办 好了好了 应该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吧 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给老师刷一波一 或者说刷个拜拜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就到这了 让我接直播 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